我小时候啊,都学雷锋,叫学雷锋小组 做好事不留姓名 现在做好事 好事还没做呢,已经都准备好手机了 好事做着就拍下来了 好事还没做完呢,就把自己做的好事给发出去了 人人都是自媒体,个人这样,组织这样,全都这样 所以碰见好事,过去是不说,不留姓名 顶多记在自己日记里,以后让日记发表或者不发表 我去南极的时候,我就看那葛剑雄 我们俩在一屋里住了三个多月啊,在南极长城站 他每天就记两个日记 一个日记是准备发表的,因为他是名教授啊 国务院参事,民革上海的头 他的日记肯定能发表 他就把他日记已经签约给哪个出版社了 那是准备发表的一本日记 还有一日记只有他看得懂 就跟鲁迅说今天敌足,大概那类好多暗语 看不懂,我这么狡猾都看不懂 当然我也没看啊,我怕人家看我日记 我也不看别人日记 我日记全是公开的 我不但一边记还一边发表 就是为了怕我把日记丢了 所以一边写一边发表 前一段,袁立找普德哥当律师 给袁立弄案子 为了促成这件事把我叫去了 叫去了袁立说让我吻他一下 我以为好事也没人 当时只有普德哥了,袁立我 我就吻了一遍 结果还是让人拍下来了 所以即使送上门的好事 也不能随便要,是吧 一个吻 或者吻都没有啊 或者一个口罩 新华社小型清华毕业的 庚子赔款那清华 所以他有普世的慈悲心 给我送过一回口罩 也没 原版上回给过一东西 还让我举着照张相 登在新华社前进报上 表示关心我了 所以现在不管是让我吻的 还是给我口罩的 我都不敢随便接 嗯 有的口罩呢 我都知道 很名贵 叫什么九五 有的口罩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 说日本呢 嗯 这是刘继兵给我的 我怎么看 怎么像 很像个飞行员呢 啊 其实我吐鳖 这是日本造的特好的口罩 嗯 这口罩 嗯 嗯 现在极罕见了 赛过原历的一个文 热文 所以口罩不能随便接 果然就是绯闻了 嗯 送上门也不敢 因为人家 是为了拍照 全网上秀 全网上秀 海电堂 Christmas的时候 哎呦 那我 我 我不好意思 这个是海电堂 Christmas 海电堂是什么 是特贵的东西吧 没有基督教会海电堂 哦 然后church里面 Christmas的围席 哦 那就送给你 祝你平安吧 哎呦 那我都不 我都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让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上帝爱你哦 哎呦 上帝爱我 不你爱我比上帝爱我强 你爱呢 嗯 我跟周福康似的 我们都喜欢你爱 是你把上帝的声音带到我这 呢 我还是紧张 哎呦 上帝爱你 Merry Christmas 谢谢你 哎呦 谢谢你 嗯 那你要亲我一下吗 我 我想亲 对对对对 哎 那我多 那好 老婆我再亲一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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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五四三二一重重来 你重新一次是吧 嗯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这有绯闻了 嗯 那个 八复你拍了吗 那当然 哇 这有绯闻了 我跟你说我把这个手机啊 哎呦 我把这个手机放到 那 Y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